为期四天的美国民主党全代会 当地时间19号在芝加哥隆重登场 角株总统大卫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第一天就上台暖场 感谢拜登交棒 在第一夫人吉儿与女儿陪同下 拜登担当全代会首日压轴上台演说 现场掌声欢呼声长达好几分钟 受到全场热烈欢迎 首日登场的民主党大咖 还有八年前与川普同台较近的 前美国国务卿希拉蕊 民主党全代会气氛欢乐 现场不仅贩售爷子徽章 还有印有贺锦丽和华兹头像的T恤 民主党甚至突袭川普大楼外墙 打上投影灯 讽刺川范佩超诡异 不让贺锦丽独顶风骚 川普计划这个星期狂跑摇摆州 甚至透露当选后 内阁名单可能会有他 不仅拉拢科技业 川普还在社群平台上分享 美国歌手泰勒斯为自己站台的贴文 不过却被泰勒斯有人踢爆 根本是自作多情 连照片都是AI合成 一花接木残被打脸 民主党全代会党内大佬展现团结 期盼维持选情气势 立守白宫宝座 三地新闻前条报道